说到San Atlas的最新动向 我们终于在它和火星擦肩而过之后 成功用探测器的镜头逮到它了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用眼睛确认它的位置 简直像在浩瀚太空中找到一粒会冻的沙子 就在10月3日前后 也就是San Atlas和火星擦肩而过没多久 欧洲航天局立刻放出了 他们从环绕火星的探测器上拍到的照片 几台太空眼睛从不同角度同步锁定 捕捉到了这个神秘星际访客的身影 这些照片进一步确认了San Atlas 正好出现在我们事先计算出的轨道上 而且它并没有试图借火星的引力来加速或者变轨 不过接下来 它就像突然关灯一样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它正好进入了太阳耀眼的强光之中 像是躲进了灯泡背后 我们根本看不清 它经过太阳背后那一带 产生了强烈的眩光 好比是被车灯直射 眼睛都睁不开 这种情况下 天文望远镜基本上也只能摸下 从我们地球的角度看 它在10月21日达到了所谓的上河 也就是说 太阳、地球、San Atlas这三者几乎处于一条线上 像是在宇宙中排了个整齐的队 说到这里 我们其实是通过一种叫日免医的设备 看到了San Atlas的踪迹 这个仪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它能把太阳光挡住 只显示周围那些激烈活动的太阳风和爆发 根据科学家对它轨道和飞行方向的预测 我们知道太阳在它那边暴起了三次 也就是连续三次 把大量等离子体抛向了San Atlas 这种爆发被称为日免物质抛射 相当于太阳打了三级重拳 但问题来了 就算用上了日免医 这家伙依然神出鬼没 图像里几乎看不到它的身影 就像在沙尘暴中找一根针 不过别担心 根据我们从7月一路追踪到9月的观测数据来看 San Atlas还是乖乖地待在它该走的位置上 一切按计划进行中 所以从目前来看 它在太阳系里的旅程 就像坐上了规定路线的火车 速度、方向全都和我们预测的一模一样 一切井井有条 等它在10月29日抵达所谓的近日点 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那一刻 它的飞行速度会飙到每秒68公里 差不多是子弹的200倍 快得惊人 也就是说 现在起 San Atlas就像是踩下了太空油门 一路狂飙 冲向它旅程中速度的巅峰 假如它不是一块冰冷的太空石头 而是一艘外星高科技飞船 而且真打算改改航线的话 那我们就有理由 期待它会来一场奥伯特机动 一种利用引力加速的高端技巧 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看到太阳连续三次对着San Atlas喷火 发射大规模 就像太阳亲自回应了这个外来访客的到来 而由于它本身体积不小 离太阳又特别近 有科学家猜测 它可能干扰了太阳的局部磁场 像是某种短路效应 让太阳异常的激动 而这 其实才是整个故事里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这不仅仅是天文现象 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再说回太阳本身 那些庞大的太阳黑子群 也搞不清楚在盘算什么 它们正处于剧烈变化中 像一锅马上要溢出来的热汤 起初 这些黑子还对着地球露过脸 但现在 它们已经转到太阳的远侧 正对着三Atlas不断喷发能量 像是它们之间在对话一样 如果这些黑子 没有在旋转过程中消退 等它们转回地球这边时 可能会变得非常庞大 带来不小的地磁风暴风险 就像太阳给地球投来的一个热情问候 有意思的是 这些太阳黑子群 如果刚好在超级月亮期间 与地球呈直角对齐 那时间点真的是天文级巧合 超级月亮本身就能引发潮汐异常 而太阳活动又叠加上来 感觉像是宇宙给我们设了个多重挑战 所以接下来的11月5号和6号 可能会异常热闹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 来自太阳远侧的三次大型日面爆发 搞不好就是三Atlas的出现在激活这些黑子 让它们变得更加活跃 而且看样子 这样的爆发还可能会继续上演 而这些图像就是通过Ghost-19卫星上的 CC-01日缅一拍到的 这颗卫星常年驻守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像一个不眠不休的太空哨兵 时刻盯着太阳的动静 日缅一的用途非常关键 它能遮住耀眼的太阳核心 专门让我们看到那些原本被阳光淹没的外层活动 比如太阳风是怎么吹出来的 又有哪些喷发正在叙事待发 可以这么说啊 日缅一就是太空界的天气与暴移 帮助科学家提早判断太阳什么时候会发脾气 把高能粒子往地球扔 有趣的是 这些图像和对三Atlas的新观察 并不是官方首先披露的 而是由一位来自泰国的业余天文学家 Warchit Bamblott率先发现并分享的 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小有名气 他是泰国人 长期以来热衷于挖掘日缅图像中的隐藏线索 堪称民间的太空侦探 这位天文爱好者多年来不声不响地处理了大量日缅衣的原始图像 亲手发现了不少彗星 这次也是他在10月18日和19日 通过细致比对 精确地在预测位置找到了三Atlas的身影 如果你在视频软件比如Premiere Pro里追踪这颗天体的位置 你会发现他移动得比普通星星还快 而且他也在逆行 和星星倒着走的速度相比 他更像是在快步小跑 从地球望去 他正沿着夜空缓缓移动 而实际速度可不缓 现在他每秒钟飞行66到67公里 到10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近日点时速将飙到每秒68公里 基本上是宇宙中追风少年 随后 我们又在图像中重新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就像他绕了一圈回来 重新现身一样 这一次的再现 恰好印证了我们对他轨道的全部预测 一步不差 像他在默默遵守某种宇宙计划一样 在CCR1日免疫中 我们终于捕捉到了这个微弱但真实的身影 他在一片耀眼的太阳背景下 显得格外不起眼 却又意义非凡 他的亮度大约只有10到11等 换句话说 就是比肉眼极限还要暗很多倍 必须靠专业设备才能看到 虽然他的亮度微弱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好在日免疫够敏感 还是成功捕捉到了他的踪迹 哪怕只是一点微光 这就说明 截至目前为止 San Atlas的飞行轨道没有任何异常 没有突然减速 加速或者拐弯 依旧稳稳地沿着原本的路径飞行 从我们观测的数据来看 它并没有像某些阴谋论说的那样 急转弯或踩刹车 目前轨迹依旧非常规矩 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10月21日 也就是San Atlas与地球 月亮和太阳几乎完美对积那天 太阳恰好释放出一次超大规模的日免物质炮舍 整个排列就像宇宙中的一次对焦瞬间 所以当我们回放那段时间的日免意图像是 你会注意到整体画面非常平静 几乎没有什么剧烈活动 就像风暴前的宁静 但紧接着 这些太阳黑子群开始慢慢从太阳的边缘冒头 像是悄悄转场到正面对着地球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时不时的就会释放大量能量和等离子体 就像太阳在打喷体 影响整个太阳系的天气 不过最关键的是 就在21日 我们遭遇了一次非常强烈的大规模日免物质炮舍 像是太阳在那一刻释放出了积蓄已久的巨大能量 你会在图像中看到月亮轻轻划过视野 就像一个太空中的静默旁观者 见证着一切的发生 画面上的时间是10月20号 一切似乎都还算平静 是风暴来临的前一刻 接下来你就能看到 这些太阳黑子如何苏醒 开始真正释放出滚滚而来的高温等离子体流 场面震撼 你看 就在那儿爆发的瞬间 就像太阳突然狠狠打了个喷嚏 把高能物质喷向了太空 而这次抛射并没有就此结束 反而越来越大 像是一场太空风暴在慢慢聚集 膨胀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月亮正悄悄进入新月阶段 也就是它在夜空中最隐身的时刻 仿佛让宇宙舞台专门为太阳让出中心位 就是那个时刻 太阳的巨大爆发与新月的出现交织在一起 仿佛时间也凝固了几秒钟 紧接着 就发生了一次惊人的日眠物质抛射 仿佛太阳一口气把多日积蓄的怒火全都释放出来 这不是普通的太阳爆发 这是本轮太阳活动周期中最大的一次日眠物质抛射 规模之大 足以影响整个地球磁层 而就在24小时之后 太阳又发出了一次类似规模的大爆发 就像连续两拳砸向地球的磁场护盾 再过24小时 第三次爆发也接踵而来 三连机连续不断 像太阳在跟整个太阳系发飙 当时还有可能发生第四次爆发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连串爆发期间 从地球角度来看 三阿拉斯几乎是与太阳完全对齐的 这并非巧合 而是令人深思的宇宙排骨 与此同时 三阿拉斯正越飞越靠近太阳 像是在穿越炽热火焰的勇士 他距离太阳最近时的距离 约为1.36个天文单位 要知道 一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换句话说 他离太阳已经相当近了 总的来说 三阿拉斯离太阳的距离已经可以说是贴脸级别了 在宇宙尺度下 这是一次非常亲密的接触 而且别忘了 它体积也不小 绝对不是一颗小碎石那么简单 可以说是个庞然大物 科学家们初步估计 它的最小直径大约在5公里左右 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规模 而它的最大尺寸估计可以达到50公里 这个尺度比前两位星际访客奥默默和鲍里索夫都要大得多 堪称星际巨瘦 要知道 奥默默是在2017年被发现的 而鲍里索夫是2019年亮相 三阿拉斯是我们至今为止观察到的第三个确认的星际物体 其实在2017年 当奥默默靠近太阳时 也出现过类似的热闹情景 那时的太阳活动也异常强烈 引发了许多讨论 当时奥默默在9月9日达到近日点 也就是他与太阳最亲密接触的时刻 就在奥默默通过近日点的前后 太阳爆发了两次罕见的双位数X级要斑 这是第24个太阳活动周期中最猛烈的两次爆发 几乎像是太阳在回应他的来访 巧合也好 玄妙也罢 就在奥默默经过近日点的前一天 地球发生了2017年 全年最强的一场地震 让不少人开始关注这类宇宙 巧合背后的联系 而现在类似的剧情 似乎又在三阿拉斯身上重演 这种太阳异常活跃的状态 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7月和8月 特别是在上河和近日点这两个关键节点前后 太阳很可能会异常兴奋 频频爆发 仿佛这颗星际访客点燃了他的激情 那么问题来了 三阿拉斯究竟是什么 关于他的身份 天文圈内外都炒翻了天 分歧极大 有一派认为 他就是一颗普通的彗星 虽然是从星际空间来的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外来的冰块 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 这不是什么彗星 而是某种智慧生命制造的探测器 飞船 甚至是外星文明的信使 不论你站在哪一派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它是人类迄今观测到的 第三个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访客 这一点没争议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它究竟来自哪个星际 也无法确定 它在深空中漂流了多久 可能是几百万年 甚至几亿几十亿年 如果这真的是某种外星探测器 那我们人类更应该密切监测 认真记录 不能等它敲门了 才开始重视 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热闹 而是要拿出科学家的精神 警觉 认真的观察事态发展 这其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深入了解 太阳系之外的物体 甚至探索宇宙早期的形成机制 或是了解我们所在的星际环境 我们不能错过这场来自深空的天文盛宴 这就是关于San Atlas演变过程的观测数据 通过这些图像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它在接近太阳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从7月2日的图像来看 在画面的左上角 我们能清晰看到San Atlas的汇合和周围的汇发 也就是那团包裹着核心的气体云 像是一颗在太空中拖着面纱的星际舞者 图中的红点显示的是最亮的像素 也就是我们观测数据中最集中的能量点 通常对应的是汇合所在位置 你可能会注意到画面里出现了一些条纹 那是因为图像是由多张照片合成堆叠的结果 而San Atlas被当作中心点锁定 因此背景星景就被拉成了条状 此外 我们还能看到它拉出了一条尾巴 朝着太阳的方向延伸 说明它正在受到太阳辐射的加热和吹拂 当挥发朝着太阳那头延伸时 会产生一种轻微的反作用推力 这种现象大约持续到了8月 是彗星常见的动力特征之一 所以在7月的图像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挥发明显有点偏头 轻轻向着太阳那边歪过去 到了8月和9月 San Atlas逐渐形成了更明显的彗尾 但这条尾巴和另一颗亮眼的新星 C2025A6浪漫的彗尾大不一样 后者最近正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让全球天文爱好者激动不已 这个A6 Lemon现在在夜空中就能用肉眼观测到 尤其在光污染少的地方 还真是挺壮观的景象 如果你住在北半球 最近晚上天气又不错 那就别错过这个机会 你可能用肉眼就能看到A6 Lemon 但我建议最好戴上双瞳望远镜 甚至一台小型天文望远镜 观赏效果会更惊艳 不过San Atlas就不一样了 它身上没出现我们熟悉的彗星那些典型特征 不但呈现出极深的负极化曲线 还有异常的涅铁比例 以及其他一系列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奇怪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 San Atlas真的是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科学家们目前找不到能完全解释它的模型 说到底 我们其实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像是天文学里突然冒出来的谜题 虽然它的精确构成我们仍不清楚 但通过谣策分析 我们对它的化学成分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不过让人略感遗憾的是 目前NASA 欧洲航天局等机构还没有公开关于 它近距离飞越火星时采集的大量数据 明明应该收获很多 但我们现在只能干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机构已经通过国际小行星欲经网络 向全球发出通知 号召专业与业余天文观测者 在11月到12月重点追踪San Atlas 这本身也透露出一种不寻常的紧张感 也正因为如此 CCO2一日免疫拍下的这些图像格外重要 他们再次确认了San Atlas 依旧按我们从7月1日发现 它已来建立的轨道数据运行 一切都还在掌控中 顺便说一句 目前地球也正遭遇一波活跃的太阳活动 太空天气有点炸 正朝着我们这边扑面而来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已经监测到一些等粒子体丝变得不太稳定 并进行了建模 结果显示 这些物质将在10月27日和28日左右 从侧面撞击地球的磁场 这也意味着 未来几天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不稳定 甚至是剧烈波动的地磁环境阶段 对通讯和导航系统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而在San Atlas远离地球那一侧的太空区域 太阳的活动也特别频繁 尤其是对着金星方向 像是太阳在对另一颗行星汉化 而此刻 San Atlas与金星正好在太空中肩并肩 彼此距离非常近 仿佛在进行某种太空互动 更耐人寻味的是 随着San Atlas接近近日点 地球的地磁活动也会变得更加混乱 而太阳上的一些频繁喷发的活跃黑子 也会慢慢旋转到正对着地球的位置 这些太阳黑子到底会怎么发展 现在还是未知数 它们可能会减弱 消失 也可能越长越大 变得更加暴躁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它们的活跃度依旧不减 所以如果一切如预测那样 我们可能会在11月初 看到一些巨大的太阳黑子 旋转进入地球视野 而它们的登场时机 恰好赶上年度最大最亮的超级月亮 三者将在太空中 上演一次惊人的宇宙对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